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1月27日 星期日 昨天台灣九合一的選舉 陳愛樂定 民進黨可以說是徹底大敗 蔡英文 下召罪己 宣佈辭任黨主席 這件事我們也和大家昨天直播的時候說過一下 今天跟大家做個總結 為甚麼這次民進黨會輸得那麼慘 但是 也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 類似美國的中期選舉 一個執政黨執政了一段時間 一直到中期選舉 人們很多時候就會對這個執政黨有所不滿 很多人不明白 台灣在國防 外交 甚至乎國際領域 在台積電這些經濟方面 其實做得不錯 就算防疫來說 有人讚 有人癱 並不是全面倒差 為甚麼這次 他們被選民唾棄呢 基本上 整個 北台灣基本上全部都是一片藍天 而他們錄影只剩下藍部 五個縣市 那麼究竟他們壞了甚麼呢 這節我們跟大家 說幾點 好嗎 今天說之前 記得支持 六部曲 好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 許可的朋友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點擊廣告 幫我們 分享節目出去 多謝大家 蔡英文 26日晚上發表敗選聲明 宣布辭去黨主席 他就說 我們 這次選舉我們努力不夠 反問到底 其實有人即時問 前立委林軸水就問他 他說 這次的努力究竟是 中央不夠努力 中央努力但是人民 不接受呢 林軸水就說 蔡英文 清文進黨 沒有突破現有地方政治結構 在地方經營和人民的期待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顯示在地方深間的人才養成不足 實際上 到8月為止 除了台中和東部離島之外 民調基本盤都是全面領先國民黨 地方結構有甚麼問題 不是到處連任的 五星院市長 有甚麼地方的經營深耕不足呢 林軸水是這樣分析的 我們聽聽他的說法 他說 基隆台北 桃園築市的候選人 其中兩個是地立委 一位是資深副市長 一位是防疫明星 比起上次有沒有一個候選人當選的立委 有甚麼人才養成不足呢 他最後直接批蔡英文敗選聲明 細嫂重罪怪地方 怪候選人不是人才 難道 英明的中央就被地方所慮才弄成這樣 其實就是毀過於人 他說得沒錯 蔡英文這次最大敗筆 是他幾乎所有的院士選舉 都沒有初選 其實是沒有黨內的民意基礎 甚至乎 他變成了一言堂 因為他覺得自己厲害了 蔡英文 一個總統兼任黨主席 你連總統都沒有搞定 你怎麼兼任黨務呢 誰去選 由你自己一個人決定了 那麼你說會不會是 真正對這個黨好呢 當然是不好 很多人批評 民進黨 只懂得搞選舉 他們 不懂得搞內政 這個是事實的 他們 搞堅密 做宣傳 得到人 的能力很強 政治操弄 炒撞議題 很強 實際的工作 就很弱 陳時中 是一個防疫明星 但是台灣的網友告訴我 他說他 自己 發明了高端疫苗 但是全世界沒有人承認 他就叫台灣人打 打 不要緊 打了也沒事 打完之後 雖然他副作用有沒有我們 我沒有這方面的數據 但是 台灣也經常有兩三萬人確診 其實根本你們 有沒有出去看過全世界呢 你們跟全世界團結了 你們看看 新加坡為甚麼5月份已經開關呢 泰國為甚麼5、6月好像7月份開關呢 美國為甚麼 歐洲全部開關呢 你們不派人去考察 不派人去 從醫學的角度去研究這個病毒 有沒有危害 是不是可以開放 你們完全 一些病毒基本上色 基本病你也不知道 很多病毒是不能清零的 因為 你不是農民 你不是 托著200斤大麥 十里功路不換堅的傻乞 你們讀過書的 你們讀過大學的 你們知道病毒存在在地球上 有幾十億年的歷史 病毒是不能清零的 只要不斷變種 不斷弱化 他們 想傳播 想生存下去就只能夠弱化 如果不是殺死宿主 他們自己也會死 所以 你一定要研究這個病毒 得出一個結論 印度就成功了 歐洲美國成功了 跟病毒共存 令病毒在這個社區裏面 大規模的感染 慢慢慢慢弱化 最後變得好像打刺 雙風感冒 現在人家就是這樣 人家有沒有 有甚麼極端的防疫 台灣到現在 我昨天問天佑 也是死的 很多地方經濟很差的 店舖倒閉 餐廳倒閉 士林夜市 十室九空 機關槍掃不死很多人 以前 就是一個大屠殺 現在 叫做零星 零星損傷 那究竟是為甚麼 因為你們 沒有得與時並進 反過來 你們是躺平 你們不去看看世界發生甚麼事 只是關門 在打人家的鼻子 爆光 還說是理所當然 要人家尊重你的國情 你那些甚麼國情 我們再說回為甚麼蔡英文 這次 會輸得一敗塗地 原因 就是他已經走上了一沿堂 其他人說 不用管 我說的就是 誰 你選這裏 你選這裏 她說了事 你也沒有辦法得到黨裏面 大部分人的認同 大部分人的支持 可能中間還有很多人不滿意 選舉 為甚麼當時的民調是說你們贏 結果輸得一敗塗地 其實我猜他會大敗 原因是你們不得人心 因為你們很多東西 是不得人心 當然 深層次的東西我不太明白 因為始終沒有在台灣生活 但是我始終覺得 人 心目中有的印象 印象是甚麼 我們安全 我們不用了 香港我們不用幫了 香港沒有問題 是不是 不是說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不斷拿香港議題出來炒作 而是你們 作為台灣人 你拿香港議題來炒作 是不是 香港 凡是有任何關於香港的東西 他第一時間去抽水 舔到一滴油都不剩 拿廁紙抹 水也不要說抽 油也被他抹光了 黑油抽水 只懂得吃香港人血饅頭 但是做到真正幫就不肯幫手 現在很多人 帶了去台灣的錢 他們最終都要找地方搬 找地方走 台灣賺吃一樣難的 香港人在台灣哪裏找到工作 做七十一 開雞蛋仔 個個賣雞蛋仔 到時有萬人買雞蛋仔 那不就是自己黑米 是不是 不可能 在台灣怎麼賺吃呢 人們說你英國難賺吃 台灣其實一樣難賺吃 台灣本地人也難賺吃 何況你 說廣東話的 本身你的語言已經有格幕 人家已經當你不是同文同種 人家已經當你是異類 台灣去旅行是可以的 玩嘛 你去住幾天旅行 人家當然是當你是上賓啦 你在那裏長住 人家就不歡迎你了 是不是 這個也算了 我們看到蔡英文不斷炒作香港議題 然後 不斷在 民進黨打手也好 還有一班 港姦 炒作台灣人武欠我們香港 我再重申一次 台灣人不是武欠香港 是欠了香港 當時你們只有8% 如果不是香港時代革命 人們付出人民的鮮血 不是付出了很多人的淚水 不是很多人被抓去坐牢 你8%民望 你想贏總統 韓國瑜做了特首 做了台灣特首 現在已經統一了 好了 大家記不記得韓國瑜拿多少票 550萬票 拿550萬票 台灣人有很多 他們一擺過來就沒有了 本身其實 民進黨是一班年青的選民 一班年青支持者 但是這班年青的支持者 他們也不出來投票 有甚麼原因 因為他們覺得你 也是口是心非的 你猜只是我看到的嗎 是不是 很多年青人 其實最重要的是甚麼 說公平 有正義感 為甚麼支持你 因為覺得你有正義感 你幫香港人 這個是正義感的問題 跟共和黨這次沒有辦法紅潮 再臨的原因是一模一樣的 這次大家都以為拜登輸了 結果輸不了 你也是贏了一點點 你的眾議院贏了很多嗎 你大比數嗎 你也是贏了一點點而已 贏了兩三席 是不是 你贏了兩三席 你不是贏了幾十席 你不是大比數壓倒人家的 原因是甚麼 因為你們沒有正義感 別人覺得你 不光彩 你說的東西 跟你實際做的東西 不匹配 你違反了美國的核心價值 美國為甚麼要擁槍 要你保護自己 不公義的事情要開聲 美國人 就是有正義感 台灣的年輕人就是一樣 台灣的年輕人一樣是有正義感的 如果不是為甚麼 撐香港就有人出來撐 那麼為甚麼 你口頭上撐香港 實際上 就打壓香港人 原因就是因為你沒有正義感 你純粹當香港人 是condom 用完即棄 台灣 當然 也有人 覺得不應該幫香港人 你香港人關我們甚麼事 你死你的事吧 台灣最重要是我們歲月正好 這是共業來的 當這些人的 那個叫做 聲音 壓倒了 其他人的時候 台灣就玩完了 是不是 去了台灣的人 要走多一次 這件事 我們想阻止也阻止不了 大家有很多網友說台灣不行 我們不能阻止 我們阻止不了 我們連幫一些去了台灣的人 使得他們有當地身份也幫不了 那一萬幾千人也幫不了 我們怎麼可能為二千多萬台灣人想呢 沒有辦法的 他們只能夠靠自己 是不是 當然啦 我也覺得不是說很悲觀的 當你整個形勢一面倒的時候 很危險 大家都有危機意識感的時候 可能他們就會投回民進黨 也不一定 但是你要想一下 民進黨 是不是站得那麼硬 他們很多時候 都立場不是很硬 甚至乎他們不反共 他們只是想過好生活 這件事 很難怪他們 因為他們 最重要就是 大家看看 社歷史 以前就是說 偏安剛左 我們有偏安就可以了 現在台灣就是一個心態 我們偏安就可以了 你不要來搞 我們只是想好生活而已 最多 有時就向你認下低威 說話 大家要和平 希望你理性 但是 外面的人不是這樣期望你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的期末 跟他們實際做的事情是很大落差 當然人民看到了這件事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抖音 人在看這個抖音 被大陸 是被磨褻了的 但是我想問一句 這兩天大陸發生的事情 台灣人應該感到汗顏 你們看抖音 你們就覺得要享樂 人家看抖音 人家就出來反抗 出來打倒共產黨 不自由無靈死 為甚麼會那麼大落差 人家看抖音 人家被人毒害了那麼多年 從小被人毒害到大陸 為甚麼人家會醒來 為甚麼你們不會醒來 安穩日子過得太久了 所以 這個可能是一個環境 去造成一個這樣的事實 這兩年我們看清楚民進黨的嘴唸 從來都是 口衛而實不至 說 好話就說盡 壞事做盡就未必 但是 肯定做了不少壞事 實際 幫忙的就不多 抽水的就大把 這件事 當然是令人 好感了 所以 我們也看到 他們這次的失敗 是可以說救游自取 下次會不會 會不會有機會翻身呢 很難說 這次 沒有香港 2018年他們的狗口選舉也是大敗的 所以民進黨當時 每個人都吵咬他們說他們不懂得搞內政 不懂得搞民生 說很多事情都不懂得做 只是懂得炒作政治議題 只是懂得選舉 他們是一個選舉黨 只是要選票 其他甚麼都不想要 好了 這次 我們看到 你一劫 再跌下去 還有沒有第二個香港可以救你 沒有 沒有香港可以救你 這次可能要靠大陸 當習近平自己都搞不定的時候 你自己就覺得好 他現在國內都搞不定 沒有心機來侵略你 你可以暫時 安心 這次時間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